这应该是创立界最普的一个C了吧 不是百分之百认可这个话 我乔逸于这个名字摆在这里 我乔逸于这个人站在这里 不管他是觉得我好与罢 坏与否 普也罢 只要我能被大家记住 我就非常非常满意 因为在之前的两个节目里 我经历过最大的伤害就是 我站在那里 没有人讲我的好话 也没有人讲我的坏话 把我当作一个就是略过的人 永远都记不住我的名字 所以其实我很开心 现在终于我能看得到这些恶评 或者是所谓的批评 已经证明 我再一点一点被大家看到 这是什么 乃真爱 你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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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 这是什么 这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紫色 好 所以在前面有两个角色 红色的 是完全与所有东西的 推荐的 是最好的 给你 在温人 然后 黑色的 是全其 和全其 反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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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要做得好 我沒有想到抵抗的 我最後感覺到這個 是因為我第一次的愛 我的天啊 我獨自的,所以站在線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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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每一個字都非常有力量 其實惡評啊 是一堆彩色的東西裡面的 一個黑色的東西 儘管有99個好評 裡面有一個惡評 大家都可能會選擇去看那個惡評 這些好評給我們真正的力量的 儲存在我的身體裡面 然後我把它發揮得大大的 惡評我會看一眼 然後把它嚼碎踩在地下 真的很高興 有這麼可愛勇敢的女孩代表馬來西亞 一定一定要高位出道 我們永遠支持你 勇敢這個詞對我來說 給我很多的能量 因為我的確覺得我踏出這一步 是一個我可能人生中最勇敢的事情了 看到那麼多人支持我 慢慢的慢慢的 我覺得我來到這裡是一個非常對的選擇 發揚光大 發光 謝謝 帥是一種感覺 命中主定的老公妹 大Vocal 我想要好好地進步我的Vocal 所以我也是 所以我會不只認識我的個人 但也就是我的歌 那就是我的目的 我想要好好地進步我的Vocal 所以我也是 所以我會不只認識我的個人 就是很帥 然後就感覺我會 當一個好的老公 我會不只認識我的 我愛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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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很開心 哇 所以這個 觸摸了我心裡 所以我哭了 謝謝 謝謝 真的 很像女生 很像女生 我可以 我封鎖出來 你喜歡的 我有一種 我可以尋找到 我心中心 很開心 讓我畫在看 我最喜歡 我很喜歡 因此 我可以想到 我喜歡 敬面 谁是陆语婷 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谁是陆语婷 她是一个 平常是一个 非常有梦想的女孩子 她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然后喜欢变魔术 然后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演艺工作 然后就是 就是如果你能了解到我的话 我会非常开心 然后也会非常开心 你可以了解到我 如果没有能了解到我的话 就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去训练吗 看着很多人 我不能去 我不能去 但是想说 看出表演 我们就像看出表演 看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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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看 我认识的意义 让团队拒绝 真的每次 在团队 我认识的意义 我认识的意义 但 我认识看出表演 我认识看出表演 可能会是 我认识看出表演 但是我认识看出表演 我认识看出表演 让我认识看出表演 我认识看出表演 我认识看出表演 我的想象看出表演 我认识看出表演 可能会有一个想法 剛剛 事情 不要久 努力地鼓勵 我以为我们三个队 除了我自己也会努力 努力地鼓勵 Emma是不是不吸粉体质 人设都有 但就是莫名不吸粉 我要是不吸粉的话 我怎么还在Top9呢 Emma跳舞真的很轻盈 那种享受舞台的感觉 看起来本人是真的很喜欢 我就是一个在舞台上 把一切都抛到脑子后面的事情 所以说跳就跳当下的 跳起来很轻盈 谢谢 开心 大家夸我我就灿烂 这个节目完全看不到 田轩宣宁的野心 感觉她根本就不想出道 几个舞台了都在自己的舒适区 跳来跳去 长得再好看 也只是木头美人罢了 其实我是有野心的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木头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人 来一个眼神 要不是她姐姐 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她 不然出生在普通家庭 她能红吗 我觉得我确实因为我姐姐和我家人的 关系受到了比较不一样的关注 所以可能会有更多人来看我 会是因为我姐姐 所以我觉得我既然有了这个机会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 我就要更努力地去练习 和把我自己舞台上的表现展现得更好 因为这个时候是只有能靠我自己了 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加分了 其实我对于主题曲的评级 有一些不太幸运吧 就是我觉得我的主题曲跳得不差呀 对自己的实力 我觉得自己不在F班 甚至我觉得一般有我的位置 他会在国家的第一个人 都会在哪里 因为我没有尊敬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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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略的是没有个人特色 其实我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就好像就是花园里的 那么一朵小小的花一样 就怕不被大家看到 但是我觉得可能 我不是那个最耀眼的 最突出的那朵花 但是我觉得我是最乐观 最坚强的那朵小花 我肯定是能够坚持到 我的花期到来的那一天的 只要就是我坚持到那一天 我就会绽放 我绽放你们就看到我了 我的特色就是 我很乐观 我很坚强 唱歌不出彩 跳舞一般般就很花瓶 在我从小到大 我接受到了很多 来自对于我外貌的肯定 所以在这条路上 我从来没有否定我长得漂亮 我因为长得好看 我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所以说呢 这条恶瓶 我非常欣然地接受它 也非常欣然地接受 大家对我颜值上的肯定 我也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增进自己 专业上的能力 希望在有一天 大家光看我的时候 不仅仅是会被我的外貌吸引 也同时 会被我的专业实力 所经验到 谢谢大家 我会不会做的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但是我没有做的 我都做的 如果我对我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曾经做的 我以前做的 我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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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的他就会 这应该是 创立界最普的一个C了吧 不是百分之百认可这个话 我乔宜于这个名字摆在这里 我乔宜于这个人站在这里 不管他是觉得我好与吧 坏与否 普也罢 只要我能被大家记住 我就非常非常满意 因为在之前的两个节目里 我经历过最大的伤害就是 我站在那里 没有人讲我的好话 也没有人讲我的坏话 把我当作一个就是 掠过的人 永远都记不住我的名字 所以其实我很开心 现在终于 我能看得到这些恶评 或者是所谓的批评 紧证明 我再一点一点被大家看到